回家的诱惑曾经火避全中国,饰演女儿爱丽艺觉得李凯华也在内地爆红,但从回家的诱惑到现在,九年的时间,李凯华也就这么一部代表作,这些年李凯华也引退了娱乐圈。 早在去年二月份,李凯华就结婚了,她结婚的对象,是内地的一个钢材老板,从去年二月份到现在,李凯华已经结婚一年了,在这一年的时间里,李凯华始终保持低调的作风,鲜少露面,外界也很少有人知道她老公的事。 三月十七日,李凯华现身香港街头,在香港街头派包口罩,李凯华在采访中透露,这次一次够得了一万个口罩,现在的口罩价格非常高,口罩商几乎是坐地起价,这一万个口罩,是李凯华花了几十万买来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此次李凯华的老公也和李凯华一起出来行善,这是婚后老公首次露面,老公虽然戴着口罩看不见全脸,但他和李凯华互相依偎在一起的时候。 只是CP感十足,李凯华告诉记者,老公此前在东南亚工作,并在那边隔离了十四天才回国,回国后就和李凯华一起收集了一万个口罩,并派发给香港的市民,可见他们是真的很有爱心。 早前,李凯华的老公就被抱在北京有一套价值十亿的四合院,当记者向李凯华求证的时候,李凯华对此没有否认,也没有承认,但他们此次能够花大价钱,买下了一万个口罩免费派送给香港的市民,可见他们的经济实力应该是不差的。 而李凯华自从结婚后,就经常被香港的媒体记者拍到,经常都穿着一身名牌到名牌店购物。 李凯华结婚后不久,就开着一台150万的宝石节新车外出,赶没猜测,这是老公送给他的新车。 如今看到李凯华过得这么幸福,真是令人欣慰。 李凯华是一个命运多产的女人,她原本出身富豪之家,后来父亲的公司不幸破产了,为了帮父亲。 还债,李凯华开始去娱乐圈拍戏。 娱乐圈从来就不是一个好混的地方,没有背景和靠山只会寸步难行。 李凯华曾自暴过,有人想前她,她不肯屈服,于是就被取藏了。 这也是仗又漂亮又有演技的她,在香港混了多年都一直不温不火,后来她辗转来到内地,才凭借回家的诱惑暴红。 不过回家被诱惑之后,李凯华也没有得到更好的资源和发展。 李凯华在娱乐圈的事业,总的来说,是坎坷的。 而在感情上,李凯华更是坎坷。 她曾经交往过多任男友,但那些感情都没能开花结果。 她的上一个男友还是一个渣男,不但赌博出轨,甚至还厚颜无耻的,让李凯华帮她欠的赌债还清。 李凯华在和现在的老公结婚之前,有过一段五年的爱情长跑,两个人谈了五年还月异在一起,可见感情非常深厚,而且他们也是适合彼此的人。 如今,李凯华也算是苦尽甘来了,以前,遭遇到所有的不公平和不快乐,都是为了得到今天的幸福。 天将将大任于四人也,必先酷其心智,劳其筋骨,恶其体肤,空乏其身,情浮乱其所闻。 正在遭遇不公和伤心的朋友们,不必难过,上天定会以另一种方式补偿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